陌生的城市啊 熟悉的角落里 也曾彼此安慰 也曾享有叹息 不过江湾的 哈喽大家好 今天早上我要去一趟医院里面 然后现在在 我已经起床了 现在 插一下脸 等一下 八点多 我就出去了 那这里医院比较 起来的比较早一点 每天都是擦脸 起来都是 还得眼熟 陌生的城市啊 熟悉的角落 你 也曾彼此安慰 也曾享用叹息不可 就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在漫天风扇里 望着你也去 我却悲伤的不能得及 把插一下 帮盘来送进去 监督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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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擦的每天只有两三样东西 然后一点这个 精华露 精华露 我擦的比较少 涂得比较少 我的脸有点油 夏天的时候更油 然后就是那个精华在手里面 就是按压 然后有温度的时候 在脸上停三秒钟 按压一下就可以了 我的脸原来全是痘印 现在好多了 花了将近五万多块钱了 现在才开始慢慢的痘印少一点 这是一瓶那个阿努家的那个乳液保湿乳 我油性皮肤还是比较适合擦的 脖子里要 要让它吸收一点 有的每天早上还有晚上 就是那种护肤的就是用的特别多 什么网霜还有就是早上洗床擦的还有晚上擦的 我就现在比较少 因为它也比较多 因为皮肤太油了 不能擦那么多 然后这瓶是我一个朋友送我的 就是那个这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它说涂在脸上就是毛孔比较小 这是那个一栏油的 主要是现在是防晒 因为我们这里左边太强 如果防晒霜不妥好的话 那 等到下午这个椅子这里就全是那些晒伤的 帅的就起皮啊什么的 我有个同事他就是每天早上 化妆要花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原来我也是差不多要花一个多小时 现在我基本上化妆的时间比较少 因为往上卸妆什么的 太麻烦 但是我也卸妆 如果化了妆就卸妆两次 如果没化妆就一次 因为我涂了防晒霜 还是要卸一下妆 我们这里这个防晒 图的应该要买一些倍数比较大的才有作用 倍数太小的话 这种天气根本就没什么作用 我这瓶也是倍数 还有点小才五十倍的那个方式 出门也是那个围巾把脸围上 因为太晒了 原来这化妆很麻烦的吗 隔离、霜、乳液、眼线、眉笔、口红、眼影 这段时间我好长时间都没化妆了 其实手上应该买另外一种防晒的 看到没有吗 只有这一条 就测试地用一下 防晒很重要 家里面有一瓶那个 潘雾的那种防晒 我没拿出来那种 防晒涂上就有脸比较白 这个只是一般的防晒 我们这里要是不涂的话 我的脖子会很敏感 特别是后面这里 容易起那个紫外线过敏 好了 现在脸就可以了 别的我也没 那种什么粉底之类的也没 现在每天我都要把这个头发给扎起来 只是从这里 就是耳朵后面 里一上去 不扎一下 太乱这个头发 天气又热 我原来就是懂头发 习惯了 所以现在 不扎头发 就会 感觉特别乱 还适当了 好了 现在头发已经扎起来了 带一会儿 晒这个耳环 我原来非常喜欢买耳环 就是什么长的短的 都喜欢买 现在我想也没有那个必要 就是花那么多钱买 买一些 要几对就可以了 我最喜欢戴的这个 这个就是 布朗人 戴着挺舒服的 原来我那些 有的时候 我皮肤容易 那个发炎 都是要戴着银的 还有金的 金的我不喜欢戴 然后戴这个银的 我 有好几对这个造型的 就是 我特别喜欢戴这一对 好了 换了衣服 差不多就要出发了 这一对 我给你带着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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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带着银的